游泳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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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每週要跟大家分享角色的時候啦 今天要分享哪個角色呢 我相信大家已經透過我的標題 跟我的封面已經都被她吸引進來了 是的 就是我們這個 幽白裡面 少數的一個角色 女性角色 啊 劉駕 哎呀 這個 為什麼當初 這個這隻角色的話 因為我現在開的是我這個老森 森浪玩這個朋友的這個賬號 給大家看這個觀感感覺比較好嘛 對不對 那不過森森我本人在陸服的這個賬號裡面 因為我來了這個賬號 我也有抽 那那個角色我是只有弄到視覺啦 那沒有錢 沒有辦法 我就是窮啦 真沒辦法 所以只能抽到視覺啦 好 那這個來跟大家分享今天這個角色 劉駕 那在正片開始之前 還沒有訂閱聲聲來了的頻道的朋友們 請在下面幫我點個訂閱 謝謝大家 有你們的一個支持 我會拍出更好的影片給大家喔 OK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 劉駕 這個角色我覺得 身材好 這個是這張卡片最大的一個亮度 大家說是不是啊 那你看 這個角色 我們來先從他的覺醒來看 他的覺醒 一覺 三覺 五覺 欸 這一隻角色他本身的一個定位 大家看得到 聚合流的 聚集流的 所以他這個技能的話 有好幾招都是跟聚集 脫不了關係 那像這隻角色的話 我常常會跟朋友講說 他很像是我們的這一個 可愛的牡丹小姐 牡丹小姐她的一個進化 牡丹小姐她的是屬於一個低配 平民低克的玩家可以使用的一個角色 那你假如說 你想要用到更好的一個聚合流的一個輔助角色 流駕是我非常推薦的 然後他的覺醒的話 一覺 術奏神 命中三人 可以減三次手牌 可以減兩次的手牌靈力 那三覺 醫護期間受到致命傷不會死亡 OK 在這個部分 三覺我覺得就是流駕 他非常重要的一個分水嶺 你假如說流駕有抽到三覺 你使用他的這個醫療護理 就是這個六費的時候 就等於是全體有角木的一個效果 就是有明刀的一個效果 這是非常有用的 好 那五覺防咒弼期間 禁止敵方回復零力 誒 防咒弼啊 就是他的這個五費大招 這個東西等於是對他們的一個全場的一個控制 你只要有五覺的流駕 對方在你這個防咒弼施展的 時候是不會回復零力的 而且也不會被打斷 這個是非常厲害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也知道 我們在這個戰場裡面 每一個技能跟一個技能的一個銜接 所需要的零力 是非常巨大的一個消耗的 你假如說控制了對方零力 哇賽 你就等於控制了戰場啊 懂這個意思吧 好 那這個是一覺到五覺 那這時候會跳出有一個問題 那什麼問題呢 就是 就是 劉駕你至少要抽到幾覺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大佬 你直接拉吧 五覺 五覺起跳 那你假如說你是平民 維克玩家的話 Maybe 三覺就可以了 因為三覺是可以這個有角目效 可以讓全體有角目效的效果 對吧 OK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自己斟酌 生生活還是一樣 不勸克 好 我們看看他技能的這一塊 防咒弊 劉駕原地持續施法六秒 對敵方全體角色使用防咒弊 有95%的人的機率會束縛對方六秒 並且禁止對方自動回復零力 持續施法期間劉駕免疫效果和狀態 技能無法被打斷 那這一個也是劉駕很重要的一個技能 控制對方回復零力 然後又可以束縛對方 那這個束縛的話 不是全體一起束縛喔 而是有概率的 大家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六費 六費也是我常常講他的 劉駕的話大家不要把他歸類於補師 因為你把他歸類於補師的話 你可能會大大的一個死亡 因為他的攻擊力在弄高 可是他在補血的一個部分 你看每秒恢復劉駕 37.5%攻擊力的生命值 不高啊 跟小兔血菜比起來很低的 不過他的一個重點是 治療期間受到的傷害會減少 而且受到致命傷不會死亡啊 這是重點啊 腳木套啊 大家假如說沒有錢沒有台幣 可以去衝腳木套的話 那你有個劉駕三絕 全體腳木套多兇啊 那當然前提之下是 你在治療期間受到致命傷害 致命傷害 我的嘴巴怎麼回事啊 可以得到腳木套的一個效果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六費這個部分 醫療護理 再來 術咒神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很像牡丹的一個 拉扯聚合的技能 它可以造成76.38%的攻擊力 那這個傷害你等於是忽略啦 然後有37.5%的一個機率可以束縛兩秒 它這個束縛是什麼 就是小兔的那個捆綁 那這就束縛 那兩秒的一個部分的話就 還可以啦 就是一個小小的短暫的一個控場 大家就可以知道一下這個聚合的一個效果 OK 結界師 留駕是有名的結界師 留駕存活時 我方的靈力恢復速度提升百分之三十 這個東西就很像是 大家應該知道狐狸套吧 就是那個狐狸那個套裝 我們看一下狐狸套裝 點開來看大家才知道它的一個效果 狐狸套裝戰鬥開始時 我方靈力恢復速度提升至150% 那這個就有點像是 全場自帶狐狸套 而不是只有開場 所以 這一個是 結界師 就是它的被動技能 好 進階步看 獸靈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會推薦啦 就是有能力的話 還是直接上腳步套 因為 劉佳的一個存在 會對於全場的一個 續命的一個程度 大大的一個提升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雅佳有腳步套 就上腳步套 沒有腳步套 你可以給它上什麼呢 任何的輔助套 狐狸啦 兔子啦 或者是金豬 這幾個都可以 然後 兩件套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給大家推薦可以上 蛇套 或者是像這種狗套 都可以 蛇套是增加閃避嘛 就是讓劉佳的這個 生存的一個時間可以提高 拉長 OK 那這是他獸靈的這個部分 那獸靈的部分很活 大家不要那麼的糾結 記住 腳目 當然是首選 不過沒錢的話也沒關係 用我剛剛上述介紹的幾個東西 只要屬性好 重點啊 屬性好最重要 好吧 他生老他這個 有錢人啊 你看 這什麼東西啊 兩個 兩個防禦一個攻擊一個生命 全都是三圍 不想看 嘿 OK 然後在咒紋的部分 兩木兩日一殺 欸 二二一 還不錯 他這個主要就是著重於閃避率 然後跟效果命中 效果命中大家怕死直接忽略 大家可以去堆一點他的閃避率 那這樣子劉迦的生存條件可以大大提升 然後再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優先15級的技能要把它弄成是什麼 我個人首推 結界師 為什麼 靈力回復啊 欸 這 剛剛跟大家說很多了 就是整場 打架最重要的就是靈力 你只要靈力少 或者是被控制 你基本上放不出大招 我管你大帳馬 管你URD 你假如沒有靈力 你一樣都是 但 大家懂意思吧 所以 這個部分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吧 好 那 這是我們劉迦的這個角色 然後 關於陣容搭配的話 他很像是 通用的URD 任何陣容都可以 他也很像是UR的優主 任何的陣容都可以配上 你不要把他想說 欸這是聚合 我必須要跟聚合陣容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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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喔 他是一個輔助角色 這個輔助角色 你可以放在任何隊伍裡面 你只要去測試一下 他這個卡牌會不會去卡 因為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個流架 三藍啊 三個藍卡 他最適合誰 URD 因為URD 他不希望有紅卡的角色 卡他大招啊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多琢磨琢磨 反正 有容乃大 有女的角色 就必須抽 是吧各位 好 反正 這就是我們流架這個角色 呃 實測的部分的話 我就不給大家實測了 反正大家常常看我的一些打架的一些影片 常常會看到 深深我本人會用流架這個角色在刺殺陣容 用來用去 都是流架 所以 實測的部分我就不特別用啦 OK 那這個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一個角色 就是我們 咒術師流架 那回想到當初 他把飛眼 幻海 困在那個 防咒壁裡面 那個畫面 哎呀我還歷歷在目啊 沒想到在 好幾十年前的動畫 就可以把一個女生畫得如此的出色 嗯 我給你點個讚啦 我們這個 欸我突然忘記他叫什麼東西 什麼名字了 我們的作者 叫啥名字啊 那個不讓庫拉皮 皮卡下船的那個作者 腰痛的那個 啊算了算了算了 不是重點不是重點 各位自己Google去查一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影片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然後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幫我點讚訂閱並且分享 然後旁邊有個小鈴鐺 我有時候 不定時的都會跟大家直播 然後分享影片 然後反正每個禮拜二禮拜六 我是固定會上片啦 這是一定一定會的 那其他時間的話 因為生生我本身有工作 不是全職的YT 所以這個我會不定時的跟大家分享 直播或者是發影片 所以大家那個小鈴鐺啊 叮叮叮叮叮叮叮 要打開來 才會準時的收到我的這個消息提醒 才可以準時的來看我們這個影片 希望今天影片對大家有幫 大家有幫助啦 那我們就今天的影片告一段落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 拜拜